走廊信号好 我们在这找网络呢 有个爷们儿样啊 走廊吃的好吗 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昏死 太累了 今天我们好像是要去博物馆 对不对 需要一个博物馆去 然后 接下来就不知道 我先去博物馆看看 然后呢 这 这厉害 老年舞蹈真现代 那个叫我去金鸟 它是北班族最凶的一次旗类 它能处持这四十斤重的 袍子的狼崽子等寿了 四十斤 金鸟 这边还有这个 金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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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蝴蝶标本 鸣鸟蝶 那我们是引进了世界名牌 中国名牌 以及隋敬地区特有黑星蝴蝶 像这些就是世界八大蝴蝶 这种的巴西我的大来陕这样的 我教你了 你们俩在哪里 我就可以我来 你会回来 你自己想要 你不分 我来 你不分 会 你不分 那些 别的博物馆可能就是相比之下 我觉得瓶瓶罐罐很多 但是可能在东北的博物馆 瓶瓶罐罐没有很多 但它就会有很多地域性的文化 像这里就会有很多动物的标本 然后那个蒋简约说都是真的 我们平时可能也听说 但也很少见到 就是而且小朋友都很喜欢 我觉得还是值得来看一看 那个蝴蝶可真漂亮 蝴蝶超美 全是真的 每一只都是真的 蝴蝶可真有一两只都本来到 带过蝶了 蝶了 蝶大 蝶都没有 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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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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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像 其实卖的跟哈尔滨差不多 因为我们这流通的水果 就这些 但我会觉得 就是我会很喜欢 在这样的地方 卖点土特产 就是说这种 我觉得我们那第一贵 第二就是不纯 我觉得大姨不能骗我 奇怪 这是自己做的是吗 对 薄吗 这还是薄 对我来 来一间 这好像不是我要买的大蒜 它好像是那个种子 是吗 干巴的 不是干巴的 它丢掉完了水分拿着烂了嘛 多钱 10块 这些其实全都是种子 其实没逛够 其实没逛够 这个季节就是没什么可逛的 大家卖的都是种子 我以为是 我以为是农副产品 在隋灵这样的小县城啊 它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隋灵县 那这样的地方 德克市还是很火的 也会有这种自助点餐的机器 然后还会派对 这里的装修标准也还是蛮高的 和我们概念中的卖到 可能已经差不太多 稍事修整 我们逛一下本地的超市 我可能什么都买不到 或者我可能什么都不需要 但是我必须来逛一下 感受一下 这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 对对 来都来了 这才是当地人会逛的地方 就是那些 步行街或什么 他可能也不会来 但这里我还怕我错过 去了他超市算没有遗憾了 那个超市 虽然我什么都没卖 我确实什么都没卖 但去了就 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 就我会在那个超市买肉制品 比如说香肠之类的 或者是会买奶 因为有很多奶 它是没有办法 就是发到外地的 如果有地产的 我就会买当地的酸奶 或者是牛奶 在随陵度过了一个周末 我觉得还挺愉快的 搭转人家两天 然后让人家请我们吃饭 喝酒 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人家的 反正只能说下次有机会再见 其实会觉得还想再来 在夏天 对对对 这个地方就是 我觉得不是这个地方 是东北的任何一个地方 这个季节都不适合来旅游 一定要在暑假或者是六月份 然后会很有意思 我觉得就是就国内来说 旅游资源还非常非常多 只不过大家就还没有发觉 或者也没有宣传的 大家可能对东北的旅游 可能不是很感冒吧 太远了 东北现在著名的还是冬季 冬季的冰雪旅游 我们这的夏天真的是值得来 我非常推荐夏天来 因为冬天太冷 没有户外的活动 都是看看雪 我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 不就是北方吗 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但是现在真的不一样 就和我们感觉当中的 比如说北京啊 或者像我老家山西啊 这种北方的这种感觉都不一样 河南中原地区 你来哈尔滨 会觉得是另外一种气候 是这样的 就是南方的景点是 你可以去走马路过来看 但是北方其实你需要多待一段时间 四季 其实是 不管是夏天也好 还是冬天也好 秋天多美啊 对 都需要多待一段时间 因为它的气候 或者是它的人 其实我们觉得人 真的还是蛮好的 主要是东北的人 非常好看我 哈哈哈哈 在此之后 是河南中原地区 多待一段时间 我们下一次的 有点减了 感谢观看